于千凡挂了电话,抬脚往客厅上走去,结果沙发上空空荡荡,人呢?于千凡抬脚着自己卧室走去,果然,丽锦正躺在她的床上,裹着她的被子,睡得跟头小猪一样。 最终她咬牙,拿出了手机,走过去打开相机,对着床上咔嚓一张,保留一切犯罪证据。 裴天华到的时候,于千凡的客厅里黑乎乎的,她看见于千凡整个人像是被定住一样的,坐在客厅的沙发上。 我去,你跟鬼一样坐在这里干什么?我们锦儿呢? 在我房间。 你…… 你们家丽锦先是赖进我家找错门,然后喝了我的酒,抢了我的晚饭,用了我的牙刷,现在霸占了我的床。 这笔账算在你头上? 裴安给大哥投了一个你好自为之的神情,自己先进屋把丽锦抱了出来。 大哥,你好和你朋友聊聊,我先报警回家了。 裴安趁早就溜了。 丽锦醒过来的时候,就听见外面做饭的声音。 舅舅,你们怎么都过来了? 你昨天发烧了,怎么没有联系我? 锦儿,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? 就算不给你小舅打电话,你也该给大舅打电话的。 啊?我昨天不是安全到家了吗? 丽锦,你老实告诉我,丽锦对你好不好。 还可以。 吃饭了,锦儿肯定没有说实话,我们私下里悄悄地找。 王李,如约来接丽锦,见她的精神还可以。 看来昨天你回去休息得不错,今天气色还可以,有人照顾你。 你不是知道我一个人住的吗?怎么会有人照顾我呀? 对了,是不是你告诉我舅舅,我生病了? 下次这种小事,就不要麻烦我舅舅了,一大早两个人都赶过来,我都不好意思了。 车子停下来,到了试镜的地方了。 为什么要给我接这种小制作的剧? 哎呀,这是女一号,剧本是很好的。 剧本好个屁,别以为我不知道,公司是不是因为我之前微博上和立体那个贱女人的事情? 以我现在的流量,怎么都不该是接这种三流演员十八线编剧小制作的剧吧? 姑奶奶,你先看一眼剧本行不行啊?真的很不错啊,今天过来,咱们也就是走个流程,其实都给你定好了。 经纪人递上剧本,结果一把就被方子宇塞进了垃圾桶里。 什么下出的时光,一听啊就是那种无脑的青春片,这种片子我随随便便就能演好了。 方子宇不屑地看了垃圾桶一眼,踩着她的高跟鞋气势汹汹地往里面走。